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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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创作的感觉既是来自于我的童年经历 那么在创作的过程里头 我其实是希望诗歌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来 回到我们的一杯茶里头 一本书里头 一个枕头上 一个我们生活中所有能用的东西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载体呢 能够从事我们往日美丽的生活 我刚刚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就觉得 首先想到短裤我就想不应该是一个特别具象的那种形象 对吧 这样看起来平时时间长的话才不会有一种生命疲劳 所以我才会选择用一种这种更抽象的一种 结合中国最古老最传统的这种水墨材质 来和当下这种最时尚的东西 最牵眼的东西 有一个有力的碰撞 我是选用这三种黑白灰的颜色 来去使这个橙色更丰富 使这个机理看起来也更时尚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